昨天的视频播出以后收到不少留言 有人选A,有人选B,还有人选了S,还有选C的 真实的答案是这位客人听了我的故事以后就消失了 但最终的结果其实是可以猜到的 要么就是买了房,要么就是没买房 如果买了房,那就是做了妥协 如果不妥协,那就一直买不到房 我曾经有一个朋友,比我来加拿大晚了一年 当时我已经买了房子 他想也买一个类似的,他觉得我那房子还可以 但是他总觉得房价太高 他认为我买房就买贵了 他想再等等,一年以后房价涨了 他说去年房价低的时候我都没买 今年房价涨了,那我就更不能买了 我要再等等 他反复的说,加拿大的房价泡沫太高了 这个泡沫一定会破碎的 这个房价一定会跌下来的 又过了一年,房价又涨了 他还是没买 又过了三年,他终于买房了 我就问他,你要是早点买,比现在至少便宜一半 现在的房价已经翻了一番了 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时间买房呢 他说,我已经绝望了 我本来以为房价会跌 结果房价不停的涨 我要是再不买,孩子也涨大了 也不需要一个有院子的房子了 而且我也老了,我的钱也没有了 我也买不起了,所以就买了 但真实的情况是他买了以后没多久 房价就跌了 当然后来房价又涨上去了 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在房价上面还是赚了不少的 我其实想说的是,人生在世 要学会妥协 妥协不是无能和懦弱的表现 妥协是一种智慧 求大同,存小义 守住底线的妥协是大智慧 就像是家庭生活 夫妻之间要想和谐美满 就要学会妥协 今天你想去看电影 他想去逛街 明天你想吃烧烤 他想吃火锅 这就要学会妥协 你不妥协 你的生活就会鸡飞口跳 妥协是一个人成熟的表现 更加是一种智慧 在买房的时候 如果你学会了妥协 你就能够早一点买套房子 不仅省了钱 而且会让你的生活更加幸福 我是老杨 你身边最真诚的房产知识专家